谈到摩尔门经在聚集以色列所扮演的角色 罗苏纳修会长说 摩尔门经对这事工的推动相当重要 他传扬聚集的教义 使人们学习到有关基督的事 相信他的福音 进而加入他的教会 事实上若没有摩尔门经 有关聚集以色列的这项应许 就无法应验了 那他其实是 这个部分是在他2006年10月的 聚集分散的以色列 这篇演讲里面谈到的 但是呢他是引用了 那个麦康基布斯长老的 A New Witness for the Article of Faith 这本书或这篇演讲里面的内容的 这本书或这篇演讲里面的 这本书或这篇演讲里面的 这本书或这篇演讲里面的